我是Empact的Aaron 其实我自己本身并不是社医委的其中一员 会有这个计划其实很特别 它是我们跟宋董的相遇 是在社区聚落的老生计划里面 对那其实 我想证我已经知道 在社区聚落他们已经办了三期 然后每次都会随机的把进驻 虚拟或实体进驻的社区平均分配给各大企业 或者是各个领域很重要的一些前辈们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创业初期 给予我们一些方向 那我们刚好就很幸运地被编到宋董的董事长这一组 所以我们其实是他的导神 对宋董的董事长就我们的导师 那宋董的董事长进驻在社区聚落呢 它其实是代表着社区循环基金委托人的角色 那社区基金是代宋董事长退休 地理董事长退休之后成立的一个基金 那退休之后他其实就长期的在关注社会企业这个产业 因为以他纯商业的背景 要看这个产业 他也觉得蛮特别的 那他常说当他在很努力赚钱的时候 他还没有想过要回社会 但没有想到就是今天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才觉得每一个企业的存在都是不该可以跟社会相传的 对那他就开始关注这个产业 社的运作它其实是你可以开放的跟这种情况下预约时间 跟他做交流 跟他说你目前的商业人士 以他专业的背景来告诉你你这样子是ok的还是不ok的还是你会有风险 因为你在创业初期你一个方向不对都有可能造成你很多不经的损失 所以他希望能够在你创业初期就给你一个 以他经验来说这样子的方向会让你比较省 或者是这样子的方向会来才有比较多的成长空间 对那他关注了其实也一年多 那他成功地住两间社会企业 一间是后生戏纪 第二间是NPO channel 对那可以感受到就是 Serg在关注社企业的时候 他是一间一间一间的看 那他在一年的时间看了这么多间 他发现各个社会企业就是在各自的领域的一部分都 他们一间跟一间中间 即使模式很雷同 但他们也毫无交集 但他觉得就是这样子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社会企业应该要集结大家的力量 一起被看见 或者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一直对宋隆来说 他其实一直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不管是虚拟的还是实体的 他都希望可以让所有的社企一次的曝光 一次的被所有人看见 甚至是他希望能够创造销售 一次的销售是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企业 对那其实这 我刚刚讲的这些是我们第一堂导生回忆的时候 他都我们说的 对所以他就说他其实很希望 社会企业的大家可以集结才一起做大事 所以就开始有这个计划 因为你要促成 你要促成销售 你一定要符合市场的机制 市场需求什么 他又有销售的客人 对那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是在今年一年初三月份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想到 有可能是礼盒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一定是一个大大的盒子 才可以装得上更多的东西 对然后他就发想了礼盒 那个时候一定是三月 所以我们还想到 可能是端午节 有可能是中秋节 但是你光想一个礼盒 他要装下全台湾的设计 我们那时候光想 就觉得这礼盒会跟我们一样大 对 那其实就不断的 不断的搜索 不断的聚焦 之后我们决定 差别在中秋节 那因为时间非常长 你要整合的 不是北区的设计 可能是全台湾 那就像我刚刚说 宋桐他其实做这件事情 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在招商的时候 这个礼盒我们 因为他是中秋节礼盒 所以可想而知 他也就是食品 那其实社会企业在台湾 有非常多心态 有食品类商品的社会企业 其实只有一部分 对 那我们就针对这一部分 全无法通知 他那个时候 我们刚刚统计出来的数量 就有62间 所以我们通知了 这62间来参加 教我们的招商说明会 对 那这62间 他们来听完之后 他们回去筛选 我们告诉他 我们的选品标准 你回去找你 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还有你的故事 叫来我们 我们选品征选 其实那个时候 六十几家 收到统知 然后来出席的 有将近三十家 那最后 这三十家 也几乎都送来 他们的商品 所以总帮七十多量的商品 我们在设计聚落的 那个绿草品 是全部摆满商品 这样一样一样一挑 还要列评分表 然后送我们去董事长 因为社里面 社的咨询委员 其实就分布于各旁个业 包含澳美集团的董事长 庄处分董事长 然后还有创作公司的 黄硕卉董事长 那 在 在这样子的咨询委员的组成当中 他们也都参与了选品 用他们专业的角度 因为像装处分种上 它就是一个 跟人工夫 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澳美的招牌 所以它很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吸引不可 它就用这样子的标准 一家一家的 给色气建议 你没有进来 它还给你建议 这样 对 那我们就是 因应这样子的机制 选出了这十二加十二样 对 那 这十二加十二样的几何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为了让大家一起被谈建 对 那我们 其实这个盒子的尺寸 都是 一到这十二样的东西 客制化出来 这盒子 只能装这十二样 而且只能用一定的方式买放 不然它就是 会盖不起来 对 那其实 台湾的社会企业 这里我就不再读罪书 因为这里是我 这个简报是我到各企业 单位 做介绍的时候 发现很多董事长 总经理 因为送我一起 董事长的关系下定 这样发现他们的员工 对于社会企业是毫无概念 所以我们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报 跟他们介绍什么是社会企业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礼盒里面 台湾社会企业可以分成七大类 这个是依照这些联盟的标准分的 那在这个礼盒里面 除了医疗照顾 没有在里面之外 涵盖了其他六类 对 那这个医疗照顾没有办法 很带来连连 因为它是一个服务性质的产品 小赤子的医药 对 小赤子那个背后 背后是 这个窝心 是以法族的照顾指引 我们是参与一个路途 让他们有路途的机会 对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会保守一点 因为他们毕竟有产品 嗯 那也希望藉由这个机会 让大家了解 我们选出来的这十二家社会企业 他们个别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分别在自己的领域 做什么样子的任务 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对 那就是很快速 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十二家社会 我们是英才 对 我们其实在世界各地赛幼儿园 我们是2015年的时候 获得美国获特奖 对 2012金会的 行动集会的获特奖的第一名 对 我们那个时候反正是代表政大 代表台湾去比赛 拿了第一名之后 它会有一百万美金 然后让你去付诸实现你当初的题目 当初的题目就是解决幼儿教育在贫富地区的不均 对 所以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的贫民库 以及都市贫民库建造幼儿 我们目前已经改时间了 那这些咖啡是我们从原产地进口回来台湾 工赔贩售 再把所有的例如回到原产地 我们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我们自己的公司管理 所以所有学校是我们自己在的 对 那再来是幸福粮食 幸福粮食它是一群青年 它这个黑豆水非常特别 它是一群台南的青年 他们希望可以鼓励所有学业有成的年轻人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 为自己的故乡带来不一样的力量跟可能 他们用不一样的耕种方式发展不一样的产品 像这个黑豆水 这个黑豆水 一般大喝黑豆水的时候是会拿去煮 你一定要煮的才会有黑豆的香味 但它这个是用烤的 像我那一杯 那杯是我烤的 它其实五分钟就可以呈现这样的色泽 那它喝起来跟煮的口感是一样的 它煮完之后 那个黑豆可以拿来吃也可以拿去煮饭 对 因为一般黑豆水它都会包在一个沙布里面 带他们找到这一堆 对 那他们今年也要带 台南的这群青龙前往马来西洋 希望可以推广这样的概念走到国际上 对 再来是浙同园的台东的香草茶 他们在台东有一块香草田 那他们利用对环境友善的种植方式 发展一些奇迹精油 对 那其实这个香草茶是他们拿来征选的一项商品 这虽然不是他们主地商品 因为单价非常高 这是台湾台东的香草茶 已经卖到英国跟法国 所以它单价非常高 但是为了要参与这个选品 他们就拿出了这个不屑鞋粉 然后拿出了这样子的产品 那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整个包装 都是聘用台东地区原住民的弱势家庭 他们的妇女从生产到包装 全部都由他们来 对 再来是新竹曼菲尔的工厅 新竹曼菲尔最特别的是 他在新竹有一些替物工厂 在这替物工厂里面工作 全部都是身心障碍者 所以是长大的堂石堂宝包 对 这些大朋友 那他们利用这样子一个 呃 带工的过程 让他们知道 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生活做一点事情 对 那最特别的是 我们这一次这个礼盒 所有的包装 你们看到的这个工具 这个帖子 全部都是他们贴的 他们这里面 那一样一样东西也都是他们摆的 对 他们针对这一次的 这个案房 就是他们游戏来结果最大案 那他们还设定了四个QC的点 然后来做不一样的控制 对 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地方 然后 他们董事长也觉得 就是要用企业的角度 来审视你每一个步骤 不能因为你今天身体有什么样的不同 所以你就可以说 哦 所以我包装好啊 所以我贴一贴一贴一贴 不可以这样 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标准去教育 好了 他的支援 对 再来是 南投仁爱的酱茶 他们其实本身是茶农 所以他们这个茶是自财自质自销 他们也申请通过领贡的认证 他们也是被所开配的其中一间企业 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形态出现 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经营茶业非常多代 但他们发现越来越少的人懂 为什么要喝茶 越来越少的人懂得为什么要喝茶 他们觉得茶的文化不断的在流失 所以他们开始在台湾各地开办茶的学堂 教人家怎么泡茶 告诉人家什么是茶 对 借由这样子的形态发展 希望可以延续台湾茶产业的这个事情 对 然后再来是友善大地 友善大地专门购买对于环境是有机种植 对于土地是友善的这样子的产品 来维护他们所守护的环境 像这个米粉呢 它就是在回复台南的一切的实地 对 他们希望借由购买的可以延续 购买有机种植的农产品 可以延续这块土地继续被耕种的寿命 对 再来是屏东内土的可乐图 他们是原住民的红绿 知道你有听过红绿 这个是这里非常有名的农产品 这也是台湾的交号 台湾产最多红绿的就是原住民 那我们这次挑选的是没有多可的红绿 所以它保留纤红色的外红 那它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 对 他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原住民的农产品 也是可以非常高水准 对 再来是风味果品 它很特别的是 它这一包凤梨干里面就有一颗凤梨的凤梨干 一颗凤梨 那风味果品在做的事情 就是它在迪化间有一间概念店 这间概念店是结合农货物跟文创 他们希望高品质的农货物可以 因为农创富与不一样的意义 更提高它的售价还有价值 对 这是非常特别 所以他们每年当季都会推 他们当季不同的水 我相信还是蛮多 对 那再来是幸福时间 他们在屏东高柱有一间书院 叫做散岛书院 散岛书院有十年的历史 那它主要是在提供国中国小小 小朋友客后的这个服务 因为他们这些偏乡的小朋友 他们家里的环境可能是隔代教养 可能是新著名来成立的家庭 他们的家长本身对于身教而言 就有无法跨越的障碍 所以他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希望可以延长他们在学校受过教育之后的这个环境 让他们可以继续成长 对 那这个蔬果干呢 它其实整个高速地区的蔬果 它里面有六种蔬果 那制造这个蔬果干的全部都是这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对 也是这些弱势家族 然后让他们参与整个资产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地方就只让你的小孩可以获得教育 你也可以为小孩离出一份行李 为这个书院尽一份行李 对 最后是 那还没最后 倒是第三点 林向良知的苗栗红造成 那林向良知很特别的是 他们跟农民买高品质的农产品 他跟农民说 就是你放进去 就种出高品质的东西 你就给他们买 像这个红尼他们是每一匹都要测甜度 一定是甜度够他才会跟他买 所以林向良知其实他已经在涉气耕耘一些时间 那其实我们在拜访过程当中 很多企业都很知道林向良知的餐 林向良知是一个招牌 那他为了参与这一次的里头 他们整个包装自成也都是请西汉俄宝宝 我们来参与这个包装的败工 最后那个是我们的台湾好鱼的鲁鱼收 台湾好鱼其实在维护台湾的水质源 因为台湾中南部有非常多 超抽地下水的建构的鱼温 那他们这些鲁鱼就是养在不超抽地下水的鱼温 他们希望可以藉由贩售这些鱼的加工产品 推广这样子的鱼温 他们在台湾已经有四个不超抽地下水的鱼温 希望可以改善中南部地层差践的问题 那他还在前年获得新加坡的一个大奖 那最后是原动力 原动力其实也是在社企界非常非常长久的一个社会企业 他们主要是做部落农产品 他们发现原住民对待他们的作物 他们的动物是非常自然的 他们不会因为要卖钱 所以就是去施打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让它看起来更漂亮或更大致 他们很老实地就是让他们自然地生长 可是问题是他们有这样子好的东西 但他们不会消瘦 他们不会行销 所以原动力的角色就是到部落去 教每一个原住民当自己的老板 教他们怎么卖自己的东西 教他们怎么把自己辛苦耕种的过程 让民众知道 让大家知道他的产品是很好的 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借由一致的认理 把全台湾的计划都让你能够一致感受到 那我们这十二家社会企业也因为 我们一样开始设立了三千盒的目标 那这三千盒稍后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到一笔钱 就是卖里面产品的钱 那这笔钱我们要拿去做什么 我们也取下了这个悬念 我们直接把它印在合作最外 以一派来说 一派会把我们贩售这个领盒所换得的金钱 在中南美洲或者是南非再新建一间用 新建一间 对 那像我们一样的身为七月十二家 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取下了这样子的承诺 那我们练炮了这样子的承诺之后 可以知道这三千份的社会企业 莫百宝 可以一起成就一间幼儿园的书件 再来是一个苗栗社区的发展 最后还有是三个偏向部落的自我夫妥 三十三位成人身上的就业 还有四十位赌我们新土耕栋的土地 再来是八十位平东原住民的工作机会 一百二十位弱势组织的工作机会 最后我们回馈到的土地面积有七百七十公斤 对 但是我们很骄傲的 那以英派来说 英派是会新建的 那其他的设计就是把这笔钱持续的投入 他们本来就在做的事情 那这笔钱可以扩展 也可以持续他们原本就在 智力解决的社会问题 对 那其实在当初这个领核的设计 是没有任何预算的 那也很高兴可以获得台北101情商团队的支持 帮我们做整个包装 包含故事图的设计啊 外面主视团 那其实想到台湾就会想到101 他会把101绑在主视觉的正中间 对 就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觉得蛮看得起我们的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是7月31号以前 预购满30 而以上就可以有1500元的优惠 那过了7月31号以后 我们就会配付成免合是2000元 那这个定价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每一包的量 如果你要分排跟各设计 这一盒你要花2500块才买得起来 对 那再加上所有的设计 设计还有纸盒的成本 他可能会要逼近3000元 对 所以我们只希望这1500元的价格是 符合这样子的条件 其实这样子的条件蛮严格 就当初7月31号以前下定付款 然后还要30和以上 我们才可以享有这个价格 那从8月1号起 都会是两成员的售价 那这个礼盒在1051一楼 9月1号到9月 就整个9月 会在一楼有一间pop-up store 那个pop-up store是由Inpat负责 所以它就是Inpat 这是我们南非的小朋友 对 那我们在学校外面都会7层这个颜色 对 那也有我们就是负责整个pop-up store的状态 那我们其实也想要延续这个礼盒 就是跟社器共好的精神 所以那里面会贩售这个礼盒之外 也贩售12家商品各自的东西 那12家社会企业也会 就是轮流到top-up store举办品台日 推广他们所有的礼盒跟商品 对 希望大家可以 之后可以去看看 就当 其实我们那时候想的概念就是社器故事馆 会不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整个9月 整个9月很花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很棒 目前销售的数量 目前销售的数量 其实我们在7月 其实我们算是一直在拒绝单 因为我们到7月底的时候已经超过3000 我们现在已经预计会奔向5000 对 其实目前确认订购的就已经4500 那因为预留一些要在快产店贩售 所以我们下定了2.5千 对 所以现在还有小量大概500多分可以买得到 所以9月的就是那个故事馆是也会有换售的 会有换售 那但是就是卖2000元 因为5 其实我们跟那500块是给民民的 对对对 那1.5是我们社器的竞价 但这之前也会谈一下这个故事馆除了帮兽这次以外 目前有没有一些比较不确定的故事馆 哦 有啊 这个故事 它其实不会叫故事馆 因为我们是用我们是鹰派来承接这个 代理资故事馆 对 是希望可以延续色气更好的概念 对 所以我们才会轮流的让每一间色气来办平台日 对 然后推广他们的东西,但他无法就是非常纯的打着社区故事馆这样的概念。 是因为其实鹰派在这里面负责的是所有的装房费用,还有人事,还有成本。 所以我们这中间跟各社区共好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提过一天的一夜儿,让他们做他们自己的展授。 我们先以这12家社会企业关注,所以这12家在9月就会占三分之一。 每家大概分到两三天,每家一天,然后看你要做任何活动。 所以就是在两边店面的中间这样一区。 他在一楼水舞广场进来的一个门口,那里本来就有一个他们上半年跟下半年跟春夏跟秋冬。 那他们那里就都有一个快闪店的位置。 对,那他们就是希望这一次这个位置是由社区来做成绩。 所以我们就拿到这个机会。 那除了这12家,一家一天之外,就是9月商品之外。 那剩下9月的时间呢? 就是除了整个9月都买到这个礼盒,然后也都买到这里面12项商品。 只是他们这12天是来更推广他们的里面,还有贩售这个礼盒以外的其他商品。 那再回到原本的时间的话,它就会是一间一开的概念店。 对,我们也会在那边贩售我们的产品,跟大家说我们的故事。 因为其他的设计也会在里面有讲。 在里面有讲。 就是除了这12家里面有设计。 目前的话还会再邀请就是社区有益助的另外两间后生市集跟NPL全网。 想问一下,因为这个基金当初好像是看是受益期的市场, 就是跟行政院这边也有,算是行政院这边也有的。 对,是毛治国院的厂,当初在他退休之后邀请他成立的这个厂。 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资料说,当初投研的厂商会在里面有的支持, 就想说,不知道你们这部分的话,当初的转化是不清楚的。 这部分我比较不清楚,但我知道洪业洪老师现在是在担任执行委员。 当初是有院这边有请去协助这个基金的承设。 基金部分,金额的挹注这部分我不确定。 暂时提供那个聚落的场地,去让这边做内核,做活动,做宣传。 目前的话,设计,因为这个离合是一个,比如说片核世界的地方。 会不会啦,接下来,比如说今年一次其实有进军。 休战节啊,怎么乱讲。 其实我们去各大企业,我们讲讲,他们就说那接下来呢。 其实也跟大家回报一下,其实这个离合就像我刚说,它是在一堂课里面产生的个案。 宋董抱持着实验的心态,带着我们做这个专案。 所以到今天,我们才可以说,它看起来是成功的。 所以在这之前,我们都是很保守的。 就觉得,好,就做好这个就好,先不要想太多,这个做好就好。 对,那到现在其实,当它看起来,欸,感觉蛮成功的时候, 就是会开始有这些想法啦。 那这部分的话,还是会尊重宋董的意思。 对,因为毕竟以社区名义推出这样的理合, 社区就会跟大家说,这十二间社区是一照社区的标准选出来的社会企业。 它相当的程度,它会负担我们这一部分的形象。 对,那未来是希望更多的社区参与呢? 还是说这十二间社区只会要代言什么样协调的角色? 这部分我们都还在讨论当中。 因为关于这个基金目前的资金,因为资金一开始是往后出的,好像是六千万的。 这我就知道了。 对,这不换来的。 对,金额不换来的。 那我自己觉得,宋企董事长在看待社会企业跟他申请资金这一部分, 他是没有太多设限,因为他想要看到的是你真的需要钱的地方在哪里。 那这些钱投进去,他是会掉进海里,还是他可以创造一个循环。 对,那依照这个可能性,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可以申请的。 对,因为宋企董事长是一个纯企业的背景,所以他觉得多少价值的计划,当然就可以搭上多少价值的金额。 这完全是靠各个设计应该要去证实、裸证、说明的地方。 因为当初这个基金潜力应该是有一些各界的一些均款, 目前也应该是有均款的? 均款现在我记得是停掉了,目前是还没有继续用。 因为这个基金制作案也不敢换。 这部分我没有办法代表社会来说明。 你可能要再问一下。 对,对,对。 那目前社人员的话,运作人员呢? 运作人员呢? 运作人员,我知道。 正职。 正职。 因为这边负责配合宋董一些作业,目前可以配居有人在协助。 那宋董也有聘请实习生来帮忙。 对。 就是人社会人员呢? 你说不含咨询位吗? 不含咨询位吗? 不含咨询位? 不含咨询位,我们这些全部都不算。 就我们这些做短案的都不算。 不含咨询位吗? 那其实没有到很多五位。 包含咨询位是永长五位。 有点像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只有一个。 那其他都是一些给予不一样角度的,有点像顾问的感觉。 咨询位呢? 咨询位? 咨询位就有十一位。 咨询位是包含监察人? 八位,八位。 八位小槍,不好意思。 所以咨询位是付出社会,例如说有社会来提案,然后申请资金的时候,他们要请? 對,他們就會召開會議 召開會議跟董事長 對,幫監察人委員跟董事長都會一起參與這個會議 所以你們等會前接委員的名單什麼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我們其實在網上全部都可以看到 在社會網站上面全部都 你們晚安幼兒園,他這個設計的就是當地提案嗎? 還是你們會主動? 這部分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當初蓋的第一間幼兒園是在薩爾瓦多 是因為我們的扣方圖裡面有一位是薩爾瓦多人 對 因為是同學吧 因為我們知道教育是非常依賴於當地文化的事情 很難有不懂當地文化的人又可以去那邊辦有影響力的教育 我其實蠻好奇的 現在,你說在擴張嗎? 這個想法是什麼? 這個詞,就是右邊除了克林頓總統以外的四位就是我們的扣方人 對,那他們其實是當初政大IMBA的同學 那政大IMBA是有一半外國人一半台灣人 那其實從左邊這一位加拿大人他是我們的CEO 對,那中間拿著獎輩的是我們其中一個扣方人 他是宏都拉斯人 最高的這個就是薩爾瓦多人 再來是台灣人 所以一剛開始,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中美洲區,他們像我這種姓唐,我姓你 但是在台灣,他們會覺得你姓唐,你姓你 他們不會覺得唐在這個地區有什麼樣的勢力 但是在中美洲地區,你的family name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他們除了知道你的first name之外,他們還會問你的family name 那當他聽到你的family name的時候,是有一個指標的 代表你在當地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對,那其實Andres在薩爾瓦多人的family name,是比較有聲望的 對於這樣子的家族,才能夠真正地對社區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他了解社區的問題在哪裡 他也知道要解決這個社會問題,應該要找誰做溝通 對,那我們那個時候,薩爾瓦多集,他就是在一個都市平民屋的地區 這是去年蔡文龍頭放中美洲地區的時候,也有跟我們的創辦人見照面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幼兒園的照片 這個就是薩爾瓦多的第一間幼兒園 你可以看到這個右邊是一條大門路,馬路的另一頭都是一些高隆大廈 所以它是一個都市平民屋的概念 這一片土地它是沒有地質的,他們政府的跟基礎是沒有地質的 所以他們的建築是不能深入地底下 對,那這樣子的社區裡面呢,其實他們完全沒有對教育有任何的概念 給大家看看,他們的教育環境就像這樣子 這裡面的那個媽媽,她其實就是一個保姆的角色 她其實這個小小的房間就有一個商業模式的存在 另外這五個小朋友就是她帶的 就是七歲以前都在這樣子的環境長大 一直到七歲長大都才進入政府的基礎教育裡面 那其實你完全可以想像什麼問題會延伸出來 第一,這樣的環境是沒有教育價值的 第二,它可能不安全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打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然後把這個父母送去受訓,送去培訓 當她有幼兒教師的執照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幼兒聘請她當老師 那因為培訓過,她培訓之前可能只能大概五到六個小時 但是經過培訓,有教材的補助,她一次可以大概二十到三十位小朋友 對,那這樣子就可以解決他們在進入醫院教育之後對於學習的恐懼 還有對於學習的自信心的建立 那因為他們那邊自然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在那邊我們的後方就去到那邊 像我們手上帶的東西啦 你身上只可以在二十元,是病年有人要跟你搶的時候 你就給他這樣子 對,那他們當那裡的小朋友一旦錯學之後 就很難回到這個環境來 對,那只有不斷的建立她對於學習的習慣跟自信心 才可以預防她錯學 大大提升她的教育程度 那提升了教育程度之後 她就可以為自己的家庭,為自己的社區做不一樣的事情 對 所以妳是什麼時候建立太 我是在他們成立公司 在台灣成立公司招募的員工 我在英太一年多 對 那為什麼會想在這期而不是別的行商界工作 說實在的 因為我原本是在研究單位 我原本是做生物科技 我在台大念獸醫組 然後所以我做的是純研究的東西 那我當初其實只是希望選擇另一個領域 然後希望選擇外商,希望選擇新創 對,然後累積不一樣的經驗 那以我那樣的背景出來面對廣大的商業領域的時候 我其實說實在的,我根本不知道社會企業這個領域 是我一直到進入櫻檯 我才知道說,原來有這樣子型態的企業存在 那給我的衝擊是蠻大的 那當我剛剛知道這個領域的時候 我就生在這個領域了 那我自己以前都是會去 我會捐錢給綠色合體育資 那我自己在小時候回家遺症全島 所以我知道說,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是需要非常長時間的挨注 還有時間才可以改變 那我在這邊,他們成立一年的時間 就蓋了四間幼兒園 這個速度是衝擊我的 那這個速度又是建構在穩定的商業模式上 那我看見了一種可能 我會覺得只有這樣子型態的企業 才可以很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 因為常常有人說,社會企業是在於 目前公務門、基部門、NGO、NPO 底下的一個綜合組 那我非常同意這個做法 因為社會企業看到的,我們見到的這些 就像我剛剛給你們看的那個社區的照片 那可能是政府看不見的 那可能是企業不在乎的 那可能是NGO、NPO經營一段時間後 可能會因為資金的關係,無法支持下去 而社會企業就可以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實現這個不可能的地方 那我想常認為很清楚 社會企業可以解決到是非常細節的問題 可能一個產商人是他今天要進入餐廳 他今天只是想要跟大家吃一頓很正常的飯 他就必須要克服非常多不同的重量 這個時候就會有社會企業看到這個問題 而智力不解決的 這個是社會企業它的效率是掌控在自己手上 而他看到的問題是 對真正需要的人是matched 是完全matched 對 那其實這是薩瓦多的第二間 那這間就是跟當地的企業合作 然後這蓋起來就有一個就是給人工的小孩來上課 對 他可以四次掛地盤 然後這是我們南非目前最新的 然後它會是兩層樓的建築 就是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可能是和平公園 一望無際的 全部都是一斗鐵皮屋的平方 那我們蓋的是兩層樓的鋼筋水 這是國家態度的不同 中美州區政府還沒有意識到教育的重要 南非市他們知道幼兒教育很重要 幼兒教育會影響我們國家的發展 所以就動跟我們聯絡 林凱如果你們這麼厲害 全部可以來我們這邊幫我們在幼兒園訓練我們這些老師 他們知道林凱是因為得了獎 得了獎 對 因為在那個 那很多人也會問我們說 那你是一個台灣的企業 那你為台灣做什麼事情 那我會覺得就是 當你到了這樣子的環境 當你申請在一個國際的平台 你看到的是不一樣需要幫助的人 以台灣的教育環境 他們回到台灣都覺得 我們一剛開始是做原住民的教育 原住民是我們是到山上去 山上也有學校 到很遠的部落去 部落裡也有學校 這個是國家發展程度的不同 那當你手上有錢的時候 有能力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應該要幫助的是 真正需要這些資金的人 對 那我們也以台灣的國際社會系列秩序 希望可以為台灣走出不一樣國際的路 讓知道台灣人的力量是可以改變全世界的 對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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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其實有準備 那我其實有準備 就是我們小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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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謝謝 我們在演技街會開一間 就是咖啡概念館 那咖啡 咖啡概念館的外面就會七成我們學校的顏色 對我們想要讓大家知道 這也是我覺得在社會企業裡面非常非常新的概念 因為你只有讓大家是視覺中 你只有讓他看見希望 他才覺得你有成功的機會 那我們其實過去一年都是用攤位的方式跟大家接觸 那大家會覺得你這一個攤位 你在這裡就只能擺攤 你怎麼可能到國外可以改學校 大家會這樣子想 那我們也希望讓他們知道 你每天的一杯咖啡 適合你改變全世界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咖啡改變 我們還要看你下個禮拜 嗯 恭喜 可以再發通給你 裡面到底是裝成怎麼樣 會打開的時候 當然可以 放回去 可以再開咖啡 可以再開咖啡 再放開咖啡 其實我們一剛開始是 我們現在比較 後來才發完咖啡 所以其實社會使命是該學校的 解決誘惡教育 所以所有其他的部分 就是讓社會使命可以達成 不管用什麼方式 對 也不是說不管用什麼方式 因為咖啡算 咖啡算是在世界 甚至是台灣市場上很 舉不輕重的一個產業 對 那我們發現種植咖啡的自己 所以才會有公平貿易的存在 他們存在交易 他們希望交易的過程是公平的 那我們是用直接購買的方式 我們直接跟農民購買 那我們在跟很多咖啡人 在做交涉的時候發現 你用更高的價格給他購買 他們有的時候不懂得怎麼運用那一筆錢 這些都是有數據可以做 真的 對 他們可能就會當天晚上吃好一點 或者是去買一些比較奢華一點的東西 他們不懂得這筆錢可能可以存下來 問你小朋友做些什麼 對 我們還是用比較好的價格給他們買 但我們的方式是 我們未來會在咖啡莊園裡面蓋幼兒園 因為咖啡是季節產物 所以他在非季節性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到這個幼兒園裡面 所以你們方式跟目的是結合的吧 對 這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是包得很密 對 他其實就是一個這樣子 他只能這樣放 他只能這樣放 也只能這樣放回去 因為這種集中在很注重環保 所以他不想要隔間 所以我們才會量身打造這個瓶子 哦 每個就是幾層幾層幾個 對對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玄品上有捨棄一些瓶瓶罐罐的商品 對 因為這樣不離瓶就 對 OK 對 他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放回去 十二這樣 對 好 謝謝 謝謝你 好的